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国家 头一个在朝鲜吗 不是 朝鲜一个尖顶啊 是朝鲜啊 对第九名在沈阳 沈阳对对中国第九 中国第九 朝鲜那个尖顶啊 其实要照我说他们有意识形态色彩 好像没那么难看 但是平最难看 咱们中国的这个平老九啊 咱们可以看看 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什么形状呢 这是第一 朝鲜平壤 柳京饭店 这是第二 对啊 再看 没那么难看嘛 再看 哎 第三 罗马尼亚国会大厦 第四 第二 第九 中国怎样 方圆大厦 哎 这楼建的 这家伙跟货如轮转的这是 啊 原型 原型方孔前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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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那方 还中国人 促世哲学 哎 是个设计师是谁啊 设计师是很有名的 一个姓李的 好像就是设计 是不是设计101的这个 那是什么 台水101啊 哦 那真有创意啊 那我先说说明什么呢 钻到前眼里去了 哈哈 他的标准 通常这种评审不晓得他有没有评语啊 哎 因为看这种评审通常是看评语才看得出内容 他的标准 他 他也做了一个说明 啊 他说因为审美观大家不一样 所以所谓最丑的建筑实际上是十大最有争议的建筑 哦 哦 哎 他也这样说 他可以说他是最熟的建筑 假如你不是说什么外源那一方啊 你说最熟嘛 剩个钱嘛 所以世界看见那本来就应该给工商银行做总部 哈哈哈哈 像那个符号 是不是 像那个符号 工商银行不就那个 对 所以说啊 这个现在的这个审美观呢 他是很多不一样 你看 我还收到一个挺有意思 春 春到了吧 还有个春晚节目单 当然你看啊 这个2012春晚节目揭秘 已经有朋友发给我 但是这个啊 跟人家央视春晚没有半点关系 我觉得他也没有调侃春晚的意思 他是拿春晚节目单这种形式啊 其实呢 是在盘点2011年的重大新闻 哎 他这个盘点也很好玩啊 你比如说里边有什么节目啊 这个组合对唱 四大名爹之歌 演唱者 李刚 王军 卢俊兴 李庄江 然后我爱十字红 演唱者 郭梅梅梅 戏曲连唱 京剧选段 道玉和 汉锦齐 碎清盘 表演者 故宫博物院 然后乐剧选段 芬菲燕 你猜表演者是谁 谁啊 谢霆锋 张伯志 还有 独唱 我为祖国喝茅台 演唱者 卢广瑜 原忠实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这都当时的新闻啊 然后呢 校园绵谣有什么呢 我爱五道杠 演唱者是谁呢 黄一博 武汉市少先队副总队长 他那个那个那个传出来的新闻嘛 就五道杠的少先队 还有一个呢 演唱者是中国农村小学生 演唱的歌曲名字叫笑车在哪里 大型舞蹈 还要收一万年 表演者 全国各公路收费站及私设收费站收费员 然后山东快书 几粮送 表演者 我就不说是谁了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什么 几粮送 我知道了 这个 第十七个节目 插播广告 有人的地方 必有地沟游 表演者 地沟游从业者 结束曲 第十八 结束曲 大合唱 掌声响起来 表演者 发盖尾 这要讲讲讲嘛 他就一个一个调侃 一个一个段子 那这种这种段子本身就是很有趣的节目 像这种段子啊 或者说 在香港其实流行了好久 香港有个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叫头条新闻 每一个礼拜一次 这个风来照顾我 我不敢做 因为他政治色彩很强的 也没有 他是调侃这个字嘛 拿时事来调侃 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部分是说 把流行曲 然后配这种 有点像这样哈 配这个时事的问题 来调侃 你早上周英全做完报告 他晚上就把你变成流行曲 然后化妆化得跟周英全似的 感到很搞笑的那种 但是我跟你说 你说到这个 我要想起来 我要提醒香港同学 这么玩啊 会有一天玩线的 因为你看台湾玩线了 就是把这个新闻呢 用一种娱乐化的方式 恶搞包装 对吧 金正日这事 那个李春基 那个姓梁的 台湾的那个 过了辖市的经历已经辞职了 主播下台了 就是你要这么玩啊 拿新闻往娱乐化的方向这么搞啊 一段时间之内很火 但是什么事都有报应的 总会有一次 你这样说吧 总归还是有一条界限的 不是完全没有界限的 以为是什么都可以恶搞吧 其实恶搞恶搞当中 你看这个春晚的名单哈 他里面也还是有界限的 他就没拿小月月说事啊 他就没拿动车的事情来说事啊 你看他为什么有政治水平 因为你要讲到这个 人家会觉得你不厚道了 你就不能把对不起 你这个东西人家不开心了 对不对 你讲讲什么什么李双江之类的 所以恶搞恶搞政治的娱乐化 背后有底线 有底线 和香港同胞的回应是说 香港的这个分工啊 做得蛮好的 我刚说那个节目啊 他的题目叫头条新闻 嗯 可是他完全不是一个新闻节目 对 他是礼拜一天很晚的时候 九点多吧 才播放 这个很明显的说 告诉你 那是一个恶搞的节目哈 然后其他的新闻 儿童不义 新闻报导完全是这个 完全专业的报导哈 分的蛮开的 可香港嘛 香港文化其中一点就是什么都恶搞 百无禁忌哈 完全言论自由哈 对 但有时候一放大了呢 效果很喜剧 比如说吴宇森拍的《三国》 你知道吗 这纯粹 他作为一个香港导演 我非常能理解他 就是说 当周星驰拍一些小电影的时候 这么无厘头啊 是非常好的 可是如果规模一大 到了《三国》这种史诗片的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还弄那个 比如说 谁啊 林志玲 冲着那个小马 站起来 这有点干嘛 这观察很好 是吧 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啊 这个你看香港所有的电影 包括我常说 《鬼怪片》也好 《黑社会片》也好 《无间道》 总有一个傻傻傻 那个角色啊 其中一个角色 总有一个喜剧人物出来 对 完全香港电影里面没有绝对的悲哀的哈 没错 可是这个一放在一个宏观的这个历史大片里面 你就觉得非常唐突 非常奇怪 你说想一下 用香港人这种方法拍一部《开国大典》 他会是 全世界人民都不会接受的 香港人可以开 开饭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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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现在要说说春韵大典 春韵先看看这个几张照片 这个送信找的啊 他说有他的这个创建 我们看看啊 你看现在医院看病就送火车票了 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个春 春韵啊 这是绿皮车排不上队 动车票又太贵 贴张邮票寄回家去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最近这个漫画啊 是最近引起争议的 中国新发行的龙票的图案 就是这张 这张龙票被人为被人认为审美太差 这个龙的形象叫做惊恐残虐 有人说反映时代阴暗面 就是就是所以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龙 可是你看我们送信说他独家发现啊 你再看下一张 据说仿的是当年大清龙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 大清的龙票是基本上是这么个态势啊 但是你看大清龙票的面孔啊 我发现那个时候也反映了时代 感觉清朝就要亡了 很委屈 是吧 很没谱的一个样子 然后你再看下边 实际上呢 他也许抄袭的呢 是香港游艇会的徽章 最近我们凤凰跟香港游艇会搞翻船什么 这个基本上非常像 但是香港游艇会的历史啊 大概也是可以远推到一八九几年的时候了 这个龙票我觉得选的真的不太好 完全又给人家一种倒退了一两两百年的感觉 我们就为香港人 我们香港人常看龙啊 通常我们是看英国的哈 英国的狮子龙哈 比较欧洲型的 可是一看这个你就 就马上联想到轻弱的种种的抽 鸦片 然后乱七八糟的影像完全出来 表情不一样了 嗯 我建议你们可以认真看一看 这个龙的这个面孔啊 他那个眼睛啊 黑乌乌乌的哈 真的给你一种视觉印象有点像异形 就怎么弄出一种像惊恐 或者是那个他们就说 海外的华侨社团啊 工作难度又大很多了 海外的华侨社团 他们告诉我 他们为了改变这个龙的 在外国人心中的这个不好的形象 对 做了很多工作 表演表演狮子舞啊 龙舞啊 就是想告诉欧洲人 美国人 龙是一个和平的好的东西 因为外国人 对中国的美好的象征是熊猫嘛 他们觉得中国人最好像姚明的 像功夫熊猫那样 那是比较好的形象 可是但是我们文化上是一个龙嘛 他们做了很多的美化工作 可是这张邮票 把他们的工作 哎呀 难度又增加了 没那么夸张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Etc 在外国人心里面 但是更多有关 他们为了帮助 你重呢 你能够再继续 然后可以 一转转 你知道今年春运是第一年呢 就是跟坐飞机买票一样 上火车呀 实名字 要对身份证实名买票 北京站了138个窗口齐开 你知道他们说今年春运 预测中国要运30几亿人 超过30亿 超过30亿 这个家伙 我就看那个报纸上讲 我想起徐老师说 他说他这个做梦 经常梦那种 好像是迟到 还是没赶上 来不及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这么一个联想 我那天看报纸 说北京站138个窗全开 就是一个一个队上火车 然后说全天记者听到的 这个北京站里最多的一句话 叫什么 来不及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排队是吧 排队太长了 他可能没有算好时间 都在说来不及了 就跟你有时候赶飞机 你排队过安检 那个飞机都飞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就觉得中国人真是来不及了 是反时代的一种赶 本来他用实名计 听起来蛮好的 可以把黄牛党赶走 可是问题 你要整个配套才行 像中国 李先生的铁井说呀 这几天黄牛党都吃散伙饭了 百分之九十五黄牛党改行了 他也还有残存的黄牛党的就是要要你身份证啊 你有了身份证我就给你票 就他们还是能够弄到票 但是他也黄牛党也实行实名制了 实名制 不过有一点想想还蛮了不起的 据说现在网上十四亿啊 你有三十亿人 网上使用网上订票 十四亿人啊 人次在这么短的时间 开始一个阶段是 大家都赶不上 因为这个订票 不大会弄嘛 你想农民工嘛 对不对 不大会弄嘛 但是还是有这样大的数字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是有一些我自己个人不明白 我最近还跟人交流 因为其实现在有高铁嘛 其实你仔细去查飞机票好 也不是说贵得那么样的厉害 尤其是真的到过年的 这个什么初一啊 或者前一天啊之类的 也不是很贵 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有很多人就是一个 就是说怎么来说 人穷至短啊 穷的人啊 他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的 他宁可牺牲比方说 七天的工作时间 十天的工作时间 不买高铁 去买普通的票 他省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 那你人家可以倒过来算一笔 那你多做几天 你可以赚回这几百块钱 你做那个 不行的 所以 所以他 那么说你这个辛苦吧 他说我没关系 我不苦的 我到车上 我抢一个位置 我干粮全部买好了 他习惯了 可能是 对 你说他省了几百块钱 别忘记 可能很多民工啊 一年就是传了一万块 又说几千块回去 那几百块是那个钱的 可能百分之十 可能百分之十五 而且他还会这样想 他说我这点钱 我回去拍红包 放红包座 孝敬我老妈 我多很多东西 我怎么能舍得在路上坐一个高铁 后面忘记 他会有犯罪感 对 他会惭愧 对 他会惭愧 可是你说 这个春节来让我提醒我 我倒是蛮高兴的 又是我打书的时候 因为我去年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你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向他贴个标语 买书送火车票 这个关键词 我是没这个本领 可是像去年 我的书已经出来了 这有人主动 有网友 主动把我的书的封面 放在网上 然后还加一句话说 送给这一本书名 献给所有回不去了的 春节的春运 买不到票的人这样 听说那一阵子 我那个书出版社告诉我 说销路 就升起来 给春运的人看 是吧 书名叫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今天你可以 徐老师 你可以出第五本书 叫来不及了 回不去 来不及了 这个两句话 很好 让我版权已经登记了 我有所联想 比如说有些个画家 他总是想 包括你们作家 总是想 我先为了挣钱 我画点什么取悦于他们的 等将来有了钱 我再去搞艺术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回得去 回不去 包括这些搞现代艺术 回不去 你知道吗 这是 然后呢 来不及了呢 是 太多太多 来不及了 徐老师 有这个感慨吧 对 没办法 生命在前进 也来不及了 哎呀 文涛解读的太好了 那你替我解读一下 因为我跟出版社 签你约出几本书 大叔 大叔 一个叫回不去 来不及了 第二个叫来不及 第三本书 叫做出不来 出不来 能不能解读下 叫书名 出不来 你是很有体会 出不来啊 我告诉你 我认识有一个人 写网络小说的 四千多字 五十万稿费 他小说 那个名字叫城外 城外 就是婚姻的事情 我跟你讲啊 出不来就是这个东西 对吗 出不来 我跟你讲 来不及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跟我讲 他独特一种观察 他说你在机场也好 你就看见 他就觉得呢 当然他不是中国人 他觉得现在中国人 眼睛里啊 有一种光 那种光 他说是一种什么光啊 就认为人人都有机会 谁都有机会的那种 那种光 而且就觉得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就是说 谁都有机会 是抢一把 捞一把 还是干什么 就是 所以他就会感觉到 为什么你们说浮躁 为什么你们说这个 不稳定 不能各安其分 是吧 实际上呢 人人都怕来不及 你看北京堵车 为什么堵啊 很大一个原因是 人人都觉得来不及 所以呢 我得空插进去就插进去 最后大家查在这儿了 插在这儿 谁也动不了 可是文涛 这样我们倒过来解读 你朋友的观察 你说每个人都看到有机会 对不对 那可是看到有机会 不一定会感觉浮躁嘛 不一定来不及嘛 他感觉来不及 其实他不是看到那个机会 他是担心 那个机会很快没有了 他看到了眼中 不仅是看到机会 还看到危机 很可能的机会 一下政策变了 那个机会就没有了 真正让他浮躁的 感觉来不及的 是后面那个部分 而不是那个机会 我有一次在非常严重的堵车的时候 在一共在海港城 从高速公路下来 走到海港城 这么一点点路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经历了三个 那个情绪跟思想的阶段 我觉得是蛮典型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 三个非常好 前面 广告之后再发表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是回不去了 他是来不及了 我是出不来了 你还出不来了 我自己倒过来了 出不来了 对 这是 兄弟刚才说三重境界 对 开始15分钟吧 我等得心安理得 我觉得大家都很守秩序 我还在想 你看香港多守秩序 我说这要是放在北京上海的 肯定很多人摁喇叭啦 15分钟一点没事 可过了15分钟 还不前进 我就就烦了嘛 这个时候就看到 有的车去打尖了 你知道 到前面要进去了 他急到那里 我开始就开始奋怒了嘛 因为就是因为 他们老进去 所以我们才进得慢嘛 所以第二个15分钟吧 我就不断在注意那些人了 我就开始愤怒了 到了第三个15分钟 怎么 我自己去打尖了 因为实在来不及了嘛 我就自己 然后我打尖的时候 人家打尖的时候 都打得进去 我看见他一个一个都挤 等我打的时候 人家后面摁喇叭 什么也不让我进去 我回也回不去了 回也回不去了 我掉在那个地方 我这次非 又心亏 因为我知道打尖是错的 我的车停在那个地方 后面的人 你知道香港人 看到人打尖 其实是很愤怒的 我跟你说 三个阶段 我跟你讲 见缝插针 是一种天赋 很多成功的老板 他们要有这种天赋 就是什么时候下手 你知道吗 很多很成功的老板 我就发现一个很简单 这叫什么呢 捕捉机会 你看照相 这个快门 他什么时候按这一下 是你表情最好的时候 我往往发现 一些成功人士 具有这个 这是一种直觉 有些老板也许没什么文化 没学过什么经济 可是他什么时候下手 什么时候断腕 你知道吗 快很准 对快很准 这是一种 还有坚持也很重要 如果我一直不动呢 我就一直做顺民 那也对得起自己 有一次我跟你讲 有一次在北京 我的一个司机啊 也不是我的司机了 朋友的司机 交给我 他说怎么插 他说我跟你说啊 你你永远插不进去 因为你就犹犹豫豫 人家让不让你 他说 他一般说一般说 我真配不到味头 等着你看我的 唰一下 先站住 就是非常果断 一下就站住 但是我想 如果我要非常果断 棒一下就碰住 你知道吗 这东西也就是 所以文涛学了 怎么插 结果还是出不来 对 你也插不进去 我关心的 插不进了 我关心的 出本书 我关心的还是心态 当我守在那里 我是顺民 当我愤怒 前面人插的时候 我就是愤青 当我自己去插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社会上的 想做既得利益的这样的 没错 这就是三个声音 你们说的 最后就变成插不进去 也拔不出来 还回不去 你们说的 你们说的太美好了 我看到的 刚才我听了许老师 我是看到一个 想到一个标题 一个知识分子的沉沦 没错 怎么会变成这样 打接插 没错 我的题字就是我的意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张楼贯文明启示录